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蒙古人等那都是非常强悍 有世界征服者支撑的 但是时至今日没有一个民族成为战斗民族 而世界范围内公认的战斗民族却只有在古代默默无闻的俄罗斯日 很多人到现在都还不能理解为何世界几千个民族只有俄罗斯人成为了战斗民族 这到底是为何呢 其实原因只有三个字 世界范围内被广泛认可和接受的战斗民族 只有俄罗斯人一个 其他的都不算 而且对于俄罗斯人的强悍 那是有目共睹 但是从起源来看 俄罗斯人起源于东斯拉夫人的罗斯部落 在古代欧洲那是一个华外民族被称为欧洲四大蛮族之一是整个欧洲都看不起的 而且俄罗斯人的历史非常短到15世纪才开始建立早期国家到现在也就是几百年的历史 但是就是这样一个不入流的民族欧洲瞧不起的民族 而且历史很短的民族 却在近代几百年内 强势崛起 靠着自己的拳头和枪支 打下了世界唯一的战斗民族的头衔 而且是让世界都不得不屈服 在近代俄罗斯人在战争中是死不退 死战到底 不怕牺牲的情景 到现在都震撼人心 尤其是二战 俄罗斯军队伤亡2400万 不惜代价的赢得两胜利 更是让世界佩服 很多人都不明白 俄罗斯人为何那么拼 俄罗斯人为何这么不怕死 为何能成为战斗民族呢 其实原因很简单 只有三个字 那就是打怕了 俄罗斯人在古代欧洲是一个非常可怜的民族 为此只能在欧洲的苦寒之地 而且欧洲的主要民族将俄罗斯人视为奴隶 而东方的民族杀到欧洲 第一战杀的也是俄罗斯人 所以俄罗斯人自古那是被东西方连和绞杀 尤其是在近代以前 当时的波兰立陶宛 那时经常到俄罗斯烧杀强女 甚至直接杀进莫斯科 而且还在俄罗斯实行检丁政策 任意的杀戮 甚至奥斯曼时期的小小克里米亚 都经常到俄罗斯去杀戮 抢队人口作为奴隶 在当时地中海奴隶市场 俄罗斯人到处都是 因此 俄罗斯人当时面对的状况 是整个民族被不断杀戮 没有被杀的也被贩卖成奴隶 整个都是悲剧和悲谈 毫无未来 正是在这种极端的生存环境下 俄罗斯人被杀怕了 因为如果再不反抗 再不强大 那么 等待俄罗斯人的 将是自我灭亡和消失 这无疑是刺激俄罗斯重新强大的最强大的力量 所以 俄罗斯很快以莫斯科为中心建立国家 而建国之后 极其看重武力 对于战争 那是不惜一切代价要胜利 而之所以这么强 就是因为当初被杀得太狠了 如果不能打败对手 就意味着被对手杀戮 所以胜利 不惜代价的胜利 土地 不惜代价的抢占土地 成为俄罗斯人的唯一目标 在这种生存压力下 俄罗斯变得无比的强悍 何无所畏惧 战争死战不退 不为牺牲 所以 逐温在战场上打败对手 开始强大起来 因此 近代四百年时间 俄罗斯征战四百年 打败一切切鲁过俄罗斯的民族 扩大了地盘 而且让世界最强的对手 都倒在了自己的面前 虽然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但是 却打出了一个世界唯一战斗民族的称号 到现在都是世界的唯一 所以 这就叫做不在沉默中爆发 就在沉默中灭亡啊 俄罗斯人的例子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 置之死地而后生 因此 俄罗斯才成为了战斗民族 而不是其他民族 而现在的以色列 颇有点俄罗斯人的风骨 未来也将成为一个公认的小战斗民族 欢迎关注揭秘历史背后真相 每天为您更新新鲜的历史资讯 不出门看天下 是 参考文献 俄罗斯史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8月5日 6日 7日 9日 9日 7日 9日